大家好 最近乌克兰东部这四个州 顿涅斯克、鲁干斯克、扎波罗热和豪尔松 在其他大国的支持下 展开了全民公投 全部都是大比率的通过 就是要从乌克兰分裂出去 然后并入到俄罗斯 那么这样的话 这四个州就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土 然后俄罗斯的军队 就从占领者变身为守护者 成为正义的化身 当然了 国际社会仍然是不承认 这个结果 早在2014年的时候 克里比亚也从乌克兰独立出来 然后宾入到俄罗斯 那么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和鲁干斯克 也同样在2014年的时候 在这个大国的支持下 也是自行宣布独立了 脱离乌克兰的统治 那乌克兰肯定不愿意 所以这八年以来 一直希望把这两个州的实际共治权给夺回来 但是一直也没有成功 因为这两个州的武装分裂主义分子不但装备星粮 还有大量的外国武装志愿者 成建制的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帮助这些分裂主义分子作战 他们连大炮 所以乌克兰的政府军根本就打不过他们 打了八年也没有戏 也没有成功的把这些地方收回来 马航MH-17航班 在2014年7月17号 从荷兰飞往马来西亚 途经乌克兰顿涅斯克上空 被导弹击落 那么飞机上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 全部都遇难了 这架民航客机就是被这些人用俄罗斯生产的山猫局导弹所击毁的 不过自从2014年开始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虽然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乌克兰的统治 但是国际社会还是不予承认 除了俄罗斯、叙利亚和朝鲜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承认 那么国际社会也是坚持认为 乌克兰东部地区仍然是属于乌克兰的 那么对于一个大国支持邻国的部分地区闹独立 然后兼并或者进行傀儡的管理 这个大国的行为使有的网友感到似曾相识 那么也有网友翻老账提出 能不能回顾一下蒙古国是怎么建立的 还有当时韦满洲国的建立是怎么回事 有哪些国家承认韦满洲国 今天咱们聊一下韦满 大家都知道1931年918事变以后 日本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为了进一步侵占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 避免其他的国家说他们是侵略 所以日本就想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亏理政权 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背后还是由日本人来控制的 这个就是魅满洲国 日本人利用满清余孽想要复辟的思想 扶持已经退位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 由天津秘密的流窜到东北成立了所谓的维满洲国 那么首都就定于长春改名字为新京 溥仪又过了一回皇帝的隐 为什么现在叫做维满洲国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是日本帝国主义 在二战期间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 那么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都对这个政权不予承认 所以就称呼他们是维满洲国 或者叫他们维满 这个维的意思就是假冒的 或者是没有获得承认的意思 这个维满洲国的面积还挺大 高达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差不多有五个英国那么大 范围包括东北三省 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河北成德地区 但是呢这个维满洲国呢 不包括吕顺和大连 因为那吕大在1898年的时候呢 已经是日本本土管理的租界地了 他们称之为关东州 直到1955年 吕顺和大连呢 才由苏联的和洛晓夫正式归还 那么维满洲国建立以后呢 他们宣称啊 自己是主权独立的君主制国家 有自己的皇帝 那就是这个溥仪 还有总理啊 有这个首都啊 在这个新京啊 就是长春啊 还有国务院 下辖有外交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司法部 交通部 文化教育部 军政部 实业部等等 那么这个维满呢 还有所谓的国旗 国歌 还有这个国徽 他们还有自己的货币 有自己的军队 有法院 有警察局 那很多人以为呢 这个维满洲国呢 是日本一手建立起来的傀儡政权 所以呢 除了日本自己承认之外呢 其他的国家呢 都不会承认 实际上呢 不然当时呢 也有23个国家 或者是反动政权呢 承认这个维满洲国的合法性 那么日本费劳劲 帮助成立的维满洲国呢 迫切的需要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尤其是那些大国的承认 1932年3月1号 维满洲国呢 这个政府啊 发布所谓的建国宣言 随后呢 维满的外交总长谢介石呢 向这个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苏联等17个国家呢 发出通告 希望呢 获得他们承认 并相互建立 所谓的外交关系 1932年9月6号 日本呢 第一个承认这个维满洲国 那么在日本承认两周以后呢 苏联也马上承认了维满洲国 而且呢 苏联不但承认 还同意呢 维满洲国呢 向穆斯科 还有新西伯利亚的城市赤塔呢 派驻领事外交人员 而美国呢 却在1933年的1月15号 通告全世界 希望呢 各个国家都不要承认 这个维满洲国 1933年的2月 这个联合国的前身 国际联盟呢 以这个44票赞成 一票弃权 一票反对 通过决议 肯定中国对东北呢 拥有全部的主权 不承认 维满洲国的合法性 1934年的3月13号 英国表示 永远不会承认 维满洲国 包括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等 都纷纷的发表声明 不承认维满洲国的合法性 但是呢 仍然有些国家 没有听从中国 美国 英国 和国际联盟正义的宣告 他们呢 还是相继承认了 这个维满 那么除了日本和苏联之外呢 还有一些国家呢 承认了他 比如呢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波兰 不过这个波兰呢 在二战爆发以后呢 被这个德国和苏联瓜分了 他们的流亡政府呢 在1942年呢 宣布取消承认维满洲国 那么其他承认维满的国家呢 还有这个轴心国的成员 或者是跟他们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 比如呢 有这个意大利 有这个德国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克罗迪亚 斯洛伐克 维西法国快联政府 西班牙 芬兰 丹麦 蒙古国 泰国 印度 缅甸 菲律宾 汪伟政权等等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查案 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